我這些樓價這麼貴 想做業主銀行的有樓收租 哪有這麼容易 有套房頂樣, 這樣都讓我見到 機會來了 蘇小姐在今年一月底 看到報紙其中一個分類小廣告 說有十間套房找人特便頂樣 她就打電話 然後到一位八十多歲的殷先生 大家約在北角電廠街 一棟大廈內的單位見面 怎麼自拍? 她說她一直幫這個業主 在打理她的物業 打理了二十年 現在她真的八十多歲要退休 她不捨得就這樣交給業主 她想將這些不斷收回我領手費 我準時交租, 就頂給我來做 交萬六元租和一千元管理費 原來所謂頂樣是單位的業主 租了給這個殷先生 她再將單位攤成十個套房分租 而頂樣就是想找人 再接手做三房東 將劏房放租出去 殷先生更加表示 由她做二房東管理的劏房 分佈在旺角、尖沙咀、北角 稍技環超過一百個 殷先生給她跟業主簽的份租約 我看過 上邊零零絲絲絲綁了不准分租的條例 業主在旁邊簽了 即是同意了殷先生可以拿她的單位分租 既然業主同意 她亦覺得這個投資有利可圖 於是在二月八日 蘇小姐同意房東殷先生簽了租約 給了兩萬元頂手費 以及兩岸一上等 總共給了大約七萬六千元殷先生 成為三房東 兩個月後殷先生又找蘇小姐 之後她又跟我說 她說我廣東道909有個單位 又很適合你做的 叫我頂吧 我跟她看過 都確認了又是同一個良性業主 我當時就打電話給業主 我問了她 她說你偷租給殷先生就行了 我只是認殷先生一個 那廣東道那邊 你又給了多少錢殷先生? 兩萬五頂手費 兩岸一上就四萬六 4月10號 又簽了為期三年的租約 但是這個單位實在太過殘舊 還有嚴重漏水、碎屎剝落的危機 拍照給業主 我跟她說 我現在頂了你的單位 我會付錢給你裝修 就是我會付錢裝修 業主一直以毒不回 全數出了七萬元裝修費 但裝修正在進行的時候 蘇小姐竟然收到另一位 同樣自稱是三房東的 詹姆小姐的電話 4月25號 我收到詹姆小姐的電話 她說這個單位她正在交租 為何現在我在裝修 我把這些東西說給殷先生聽 殷先生就說 詹姆小姐沒有交租 趕走了 現在租給你 你看到單位全部是刺的 你進來沒有人住是不是 我也是肯定的單位 是我進來的時候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的原因 原來是二房東殷先生 將詹姆小姐的租客事先趕走了 那些租客通知我說 她又趕走我的租客 搬去這裏上海街 搬去這裏尖沙咀 有套房 叫我的租客去那裏 你沒有問過殷先生 為何要趕走你的客人 她說那裏又流水 又有東西 你不要要 給了第二個 但你給了頂修費 是的 給了三萬元頂修費 他無故沒有付錢給你 但就頂手給別人 現在按金也沒有退給我 最後我叫他退按金 退等了 行,我五月給你 五月追他,他說六月 這樣也算太誇張 40天撞收期,完結當日 蘇小姐以為可以將劏房放出去收租 她收就是收 但是收到法庭收樓令 5月11日,我就收到收樓令 貼在門口 我又去找梁姓業主 我就跟他爭論 我說你4月10日 就知道我在你的單位盛頂了 又知道我在這間單位裝修 有40天的時間 為何不通知我停止裝修 你這樣是不是欺騙我的裝修費 你沒有打給欣先生問他? 有 那欣先生說什麼? 他就說, 沒了, 業主要收樓 你們每個人都要搬走了, 就這樣 但在申請書上是寫著 二房東欣先生欠租三個月 不僅旺角廣東道這個單位 被業主申請收樓 連早前蘇小姐特便頂釀了 北角電廠街的單位 都是欣先生欠租六個月 被業主申請收回 直到收樓事件發生 蘇小姐和占小姐聯絡起來 探開大家的租約租單來看 發現原來欣先生先後 跟他們簽了以上兩個單位的租約 早期是重疊的 廣東道, 我本身是2020年9月20日 至2020年9月19日的簽約 他又簽了給蘇小姐 2021年4月15日 至2024年4月14日 根本上就重疊了 兩個有交租 他說我們兩個沒有交租 要我們馬上離開 至於北角電廠街單位 蘇小姐份租約 租期到2021年10月30日 欣先生又是約都未完 就跟蘇小姐簽三年新租約 到2024年, 有沒有這麼過分 6月14日 欣先生手寫了一張通告 分別列在北角電廠街 和旺角廣東道兩個單位裡 通知劏房租客要收樓 指出原因是 蘇小姐租的兩個單位 三個月沒有交租 詹小姐有三個單位 沒有交租三個月 豈不是這麼荒謬嗎 我們就找了處理過 無數租募期難雜證的蛇先生 幫忙看看租約和收樓令 他一看就發現 二房東、殷生相當有問題 最嚴重的兩個問題 都是跟時間線有關的 先說他們的租期 因為業主租的時間 只不過是到2022年的8月31日 他是有什麼身份 我認同可以租到給人家2024年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北角那個 現在業主去告 殷山說12月15日已經欠租 但是他是在2021年 即今年的2月 去替蘇小姐簽租約 就是他欠租的情況之下 再到人簽租約 王國那個就是今年2月欠租 但是他又是4月已經去租給人家 他是完全 就是違反所有租務條例 二房東的種種行為 算不算是一種詐騙行為 很明顯地看到 就是說如果一個單位 他同時間租給幾個人 也不是說幾個人裡面都是分租的 而是每一個人都是租的時候 是租了全個單位的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詐騙 其實本身就是刑事罪了 最高的刑罰就是14年正確的 蘇小姐和占小姐更懷疑 業主和殷山有特別關係 我們就嘗試聯絡他們 你好,我們是東張西網打來的 想問一下殷山是否一直跟你租物業 把房間改成套房和租房東的? 我知道,我很難回答你 好 私人問題 私人問題,我不想回答 殷山的電話已經長響沒人聽 蘇小姐和占小姐現在最大的疑問是 業主和殷山的租約 刪除了不准分租的字眼 是否等同授權二房東找三房東 當二房東欠租 業主是否需要負上部份責任呢? 如果只看到他們有租約 又或者在口頭上或文字上 看到他們根本沒有授權人 或代理人的關係 純粹是一個業主和二房東 一個租客的關係 其實業主來說 其實不需要負任任何責任 蘇小姐兩個單位的頂手費、按金、撞收費 加起來損失大約25萬 至於占小姐就更加多 他原來從2014年開始被殷山用相同手法 又騙又騙, 頂手六、七個單位 做藥、做單都一大大搭 損失近四十萬 而原先單位內的劏房租客 所交的按金也一去沒回頭 我租的地方是北角電廠街 那你什麼時候租的? 2020年11月15日 跟殷山簽約 給了他兩個月按金 和一個月上期 總共11100元 他不承認我交了按金 那份租約上有寫名 有寫的 你交了兩個月的按金? 對 他現在不承認 同時說那個合約 不知道是不是他寫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殷山的人格很差很惡劣 騙了我這麼多年的錢 又騙了這麼多錢 又騙過蘇小姐的錢 我不知道他在其他地方 還有沒有騙其他人的錢 他的頭腦專騙錢 這個殷山是以老賣老 一個伯伯 起碼在油尖王租了超過100個劏房 長期重複重鑽這件事 連警察和公務法庭都內外他不到的話 我一定要上來 東莊西望 就讓公眾知道他們的真面目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